前情提要 其实在面对人生中 知道自己是谁 找到问题 那下一个部分就是成长 在今天的 面对人生的武器第三集中 我跟Spark开始谈工作 看看这跟成长 到底有什么关系 欢迎你一起收听 那你现在面对就是来找你 我先说一下好 因为就是Spark他很会剖析这样子的问题 相信大家也听得出来 所以其实会有很多人来寻求他的解答 就是说他有一个人生问题 然后他可能是就想来跟我们看这样子 那你现在为什么面对这样子来找你 为什么 分类或解决 现在 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也不能够 所以不跟人来讲 对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因应这个疫情下的 可是我最近几年在做的事 我就直接筛选了 就是如果说你是要寻求一个心灵上的慰藉 我就直接不拒绝你 哦 对 了解 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那你会怎么发现这件事 我会怎么会发现这件事 你是凭直觉吗 还是听到他讲大概什么东西 你就会觉得无限不远 就是你的感觉 你就会知道 就大概知道他只要满足他起来 对啊 那几次之后 当然我们不会一下子就 就算了 就算了 我们几次之后我们就会觉得 那就是你可以去找别人这样 之前就跟一个人说 你去找路边的石头也可以啊 因为你只是想要讲 你真的这样跟他讲吗 没有 我心理想 我忘记我没有直接跟他这样讲 你讲的时候他应该真的就只能去找路边的石头 不会啦 都是有很多朋友的好不好 什么东西啊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只是想要发泄的话 其实你的对象根本就不重要 对 你根本就不需要找我这个等级的 这种感觉 其实是要交流耶 我觉得是要谈成长的交流 就是发泄 没错 那成长交流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是你 唯有去冲撞那个东西 然后你试图疗伤之后再往前走 那个过程才会有 你觉得应该分享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讲了很重点 我觉得是那个 因为这种人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不大听你说话 他们一直想要自己说 嗯啊 对他们没有在做交流这件事情 没有交流 对没有交流 我觉得好像最后就变成 大家都要撑着他走 就很明显 因为他觉得他现在自己的痛苦里吧 就觉得自己是最痛苦的 对 嗯 对很可惜 没错 真的很可惜 我其实后来会面对一些人 他跟我谈这件事情 然后我都会先跟他们讲说 我当然会讲说你先要面对自己的烦恼 可是实际上我还面对很多透彻 所以我没办法说你这个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可是原因是我希望他去看懂整个状况是怎么运行的 哦 就是你才能够理解 哦 你不能说今天比如说我之前就上了课给你分享 我谈职场人籍 嗯嗯嗯嗯 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是说你怎么做才是对的 嗯 而是你看懂了什么 然后看懂了之后再去做 那件事情才会是顺理成章的 埋着头苦干的人之所以会在职场那么容易被贬低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你没有问任何人 你不试图跟任何人交流 你觉得交际这件事不重要 你往往就会是在暗地里被拉下来的 对 那你做什么都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是 当你现在感情中或是生活中的时候 你会先去理解为什么 那个背后会这样子反映到一个 你觉得不舒服的位置上 如果你理解那即使你不舒服 你也可以去做别的 嗯嗯 可是你如果不理解 你就会因为你出不去 嗯 可是如果理解 你至少在情绪不好的状况之下 你还是有一条路可以往前走 我觉得理解是我后来抓到的最重要的 就是要退一步去看喔 看这个局那种感觉 跟刚刚你刚讲的 对没错 不是自己在里面 然后只看了自己的痛苦这样子 没错 不是那种的 没错 像我电脑前阵子坏掉了 这台是新的 哦 然后我要说那个 其实当下是很痛苦 因为我再过几个小时就要报告 然后突然我的电脑 在眼前一片黑 然后我就沮丧了大概一小时 很沮丧 因为来不及存嘛 哦 做到一半 嗯 然后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呢 可是一个小时 大概快到一个小时 我就想说不行 嗯 因为除了明天的报告 我这周还有其他报告 对 所以我当下要解决的是 明天 除了明天之外 后面还有其他东西 对 所以我当我一发现这件事 我立刻就先订阅一台新电脑 哦 我只想要确保 我明天后天可以拿到 我可以继续接着做 明天要面对报告 我就笔手画脚 我就上了这台 哦 我就解释说 因为我没有电脑 我只能笔手画脚 没有演的 哦 然后最后也就过关了 哦 这么棒 所以就只能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过程中 我体验到的是 原来我这几年训练 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 哦 就没有 你又没有在一个状况之下 你先把自己 从情绪慢慢的 离开之后 先去做不会影响到你后续的东西 哦 我觉得那就是看懂 情势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然真的没办法 这件事的断念 我觉得需要很多年 好奇怪 对 这真的没办法 人很喜欢被情绪牵着走 对耶 很奇怪 对不对 而且没有人点心你 你是通常不会 你通常不需要去 去烦恼这件事吧 对 如果没有人点心你的话 嗯哼哼 可是通常又是什么东西 点心你呢 通常我觉得是工作 所以我觉得工作超重要 因为工作会逼得你不得不面对这件事 你在家你可以逃 嗯 可以当一个永远是可爱的小女儿 小瑞兹 嗯 但除非啦 除非当然像 就是家庭有重大变故 你必须抗击某些责任 嗯 但生活中在感情中 你也可以躲 嗯 唯有工作这件事 如果你想要继续生存下去 你就不得不把你最好的东西端上去 一直端一直端 你把他磨得很利 哦哦 我觉得道圣和夫讲 工作是修行 对 他背后很多原因 然后我最喜欢你其实就是这个 嗯哼 你不得不在过程之中 一直磨练你的能力跟信心 嗯哼 因为如果不跟上的话 你一定会内外不理 哦 你最后一定会能力很强 可是你私底下不接受你这样 或是你根本不认得 嗯哼 那最后就是你一定会两边 你生活被拆开 嗯哼 你力量就是分餐 嗯哼 我觉得这几年我感受到我是这样 所以我其实很感谢工作 嗯哼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工作这件事 但我是非常感谢工作 哦 因为没有工作我是不需要逼我自己的工作 我也很感谢工作 没有也很感谢 因为你做过很多工作 哈哈哈哈 做到超多工作 没有到超多 我原本想介绍你 就讲说你其实做过很多工作 所以你在这过程之中 你其实发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工作的影像应该很大 很大 欸 我做过哪些工作啊 做过发传单 应该很多人都做过 你有做过发传单 我做过发传单 大学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是为什么 因为缺 就是打工 我就想要做一下 哈哈哈哈 我没有缺零用钱 发传单有什么好找 其实发传单 好像就是是补习班的嘛 OK 那补习班都会有特定 那个合作的对象 对 所以 要找应该就还好 也不会太好找吧 我那个时候是有朋友 他刚好 他们都固定合作 然后就找我去 嗯 这样 然后 我觉得我 我还不够早 开始工作 我就是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做 做一下打工 那就是 临时的那种 对 因为我的父母的概念就是 尽量不要让我们去打工 可是这件事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觉得我应该更早去 投入职场 才会学习到一些事情 然后我又是雅思嘛 雅思对人际关系是 有很大的问题的 OK 所以如果你越早投入职场 你会越早意识到这件事 对 对 其实你是 你就是因为 提早意识到你 才会 才会开始成长 我觉得可以再更早 我觉得 那就可以高中了 就高中 高中就可以 就是不用等到大学 对 发传单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再更进一步的是 呃在成长过程当中 没有人跟我讲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 就是你必须要靠自己去寻找 你知道 或者是你看书 那书跟你自己执行 是有落差的 所以那个学习效果 就会慢了 但是如果有人 在你的过程当中 告诉你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他的那个 层次又够高的话 就是他不是单纯的跟你讲 工作就是赚钱啊 你当然要养家活口 什么鬼的 他不是这个层次的话 其实我觉得 对男生 特别是男生来说 会 那个成长会更 更棒一点 对 你说的没错 因为没有人跟我讲 工作的意义 对啊 这件事这么重要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讲 好奇怪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 道尚和夫讲说 他发现了 自己为什么要工作 这件事 我真的很感动 嗯嗯嗯 是真的超级感动 嗯嗯嗯 就是他说他突然碰到一桶 那个松交友 然后他才因此不小心 把那个可以用的调料给调出来 就是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想 我们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他碰到的时候 那个东西才会灵光一闪 让他觉得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这样用 他就说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 都在工作这方面的话 你的人生根本不会改变 就是因为这样 对 你不会专心自制的去解决某一个问题 人生有太多这种需要这样子才能突破的部分 我觉得那真的 哇我真的超感动的 我想说我怎么现在才知道 对啊 超晚才知道的 我觉得道尚和夫在讲工作的理念这件事情 确实是 市面上来说 他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对 他真的就是我觉得用佛法 在贯彻这件事 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理念放到现在 要稍微做一些改变 怎么说 就变成说 其实你是为了自己的工作 你不是为了这一份工作 自己的工作 就是像自我品牌那种概念一样 OK 因为不是因为这一家 因为 在他的那个年代 你会在一间公司待很久 对 甚至他待到最后 他自己就创了公司 可是以我们真实的员工来说 很少有人会 就可以就创一家公司了吧 没错 对不对 然后也很少就是你一家一间公司 你就待很久 十年 十五年这样的吧 所以现在的 现在大 大致上大家的观念就是 你要创造自己的品牌嘛 对 你为自己累积缺乏的技能 但是你要符合 道胜和服那种 就是拼了命的 为了你自己的价值 对 去发挥的那种精神 我觉得 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这样 其实要把工作做好 真的就是 我觉得有这个观念 基本上就可以开始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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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很多部分 就是因为你为了工作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准备 比如说像好米亚他讲 他说你基本上你如果仔细去算 你人生中除了工作之外 你人生中除了工作之外 剩下就是为了准备工作的存在 嗯 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 你会活得非常痛 对 因为你会觉得工作就工作 我去就好 嗯 可是在那之前的准备时间 其实很重要 嗯 如果你没有那个概念的话 对 你就会被人家一直干 一直干 就是说啊 这个东西要做 可是你会不会没准备好 嗯嗯 工作之前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准备工作 包含你早上起床 你想哪三件事最需要做的 就是搞定的技巧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 通勤的路上 你要怎么效率去达成孩子 然后处理你的生活 下班该干什么 所以都是为了工作的存在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去学 比如说经历管理啊 搞定啊 然后什么东西 其实你核心是要真的要意识到说 你工作 你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 你要把工作当成休息 然后贯彻的这件事情要做好 所以你才需要学这些东西 否则你学这些技巧 后来发现你越学会越心虚 会越茫然 嗯 就是我把这件事做好搜 嗯 就那又怎么样 就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到 就是说会怀疑这件事的地步 可是万一有一天你 某一天突然忘记 嗯 或是你没有持续在进修了 对 你一定会在工作或准备工作的时候 感到茫然 我觉得那就很可怕 因为那就很容易就是 那你地位达到某一个状况 就去追求别人 可是应该要追求的应该是 工作跟成长这件事 我觉得要始终记得这件事 是现在我觉得比较烦恼 比如说 你要怎么样 不离开这个核心啊 应该也不是说烦恼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大灾问 就是你时刻要记得这件事情 那它才会是 推着你成长的原动力 第一性原理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人生的第一性原理 是你有没有把 某一件事情 当作你人生的修行 嗯嗯嗯 我觉得对我来讲工作是这样 所以我才要去学经历怀疑 我才要去学搞定 因为我才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梳理好 然后有效的把资源分配在 我觉得有价值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觉得如果 如果是一般人 他没有这个概念的人 他听到这个想法 他首先要面对的可能是 这个工作是不是他想要做的这件事 就是你要他付出这么大的心力 OK 可是他会觉得 可是这个工作做得好辛苦啊 对 就是这不是我愿意做的 我一直在等待着 在找到更好的 那他其实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是没有办法 对他眼前这个工作 发出这么大的心力的 对 没错 我觉得这样的人 他可能缺乏一个桥梁就是 其实与其说工作 倒不如说 发挥自己价值的事情 对 因为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志工 譬如说你退休之后 你做志工 那也是你的工作 或者是一个妈妈在家里照顾小孩 那也是你的工作 虽然没有薪水 可是这都是发挥你自己价值最好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 重点在于你眼前 即使你这工作不是你喜欢的 或者是愿意的 但是如果眼前这个工作 你努力去做 可以发挥到你最好的价值 至少他可以养得起你自己 对 就要等 因为会两下 欸 一下半 因为半就是一下 一下 这个工作可以让你 就是至少可以养得起你家 对 可以让你活下去的话 对 他就能够发挥最好的价值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个 有个桥梁在这边 就是要怎么去赚 因为很多人会 还是会落在那个陷阱里 就是 会觉得工作就是工作 那我自我发挥我的价值 我 我不会觉得是工作 有些人会这样 当然有些人可以合起来 但是有些人会这样 嗯 怎么找真的就是挺会有问题 对对对 而且要花时间 这不是马上就可以找得到 怎么找是很问题 我们今天有要谈这么早 没有 先不要 先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秘密 以后有机会再谈 对 因为他就是 就是 怎么发现你的优势 对 然后你可能就会讲 更多我觉得是从 英美桃脸头 对啊 这个讲讲好久 这个会讲的很久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不谈这件事情 那主要今天 第一话我们就先谈 你的经历管理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管理自己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可以持续推动 那当然这个东西 即使你对你自己现在的工作 没有很显著的兴趣 但是也不妨碍你在 眼前这个工作找到 你可以发挥价值跟乐趣的地方 没错 我觉得那就可以完全的推动你在成长 对 然后这个是这个部分 好的 非常感谢 我都会提供一则音频节目 讲我自己如何思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另外 我每天也会在脸书 和部落格更新文章 如果你喜欢 或有疑问 欢迎帮我评分 或者在底下留言 希望因为有老实播客 你可以更加喜欢自己的生活 我是Frank 我们下次见 那希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rk